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膀胱大的人呢 尿液在积累很多的情况下 才会刺激到膀胱 而膀胱小的人呢 即使尿液不多 也会刺激到膀胱壁 而产生尿液 最后排尿习惯不同 有的人呢 习惯稍微有尿液 就去排尿 而有的人呢 习惯尿液比较多的时候 才去排尿 由于排尿习惯的差异呢 个人排尿的频率也就有所不同了 所以啊 一喝水就有尿的人呢 和喝水很长时间才有尿的人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不要过于担心 只要您一天的排尿总量 正常就可以了 另外呢 一天的排尿次数 在四到八次之内 其中呢 包括一到两次的液料 都是正常的排尿频率 但是 如果您总是没有尿 或者呢 排尿的次数 超过了八次 特别是 液料次数很多 那么就要担心了 这很有可能是肾脏 或者其他器官 出现了问题 要考虑到医院就诊 最后呢 理医生提醒大家 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 晚上睡觉上床之前 记得先去排尿 旁观放空了 人也就轻松了 第二 如果半夜有尿意 一定要起床排尿 第三 早上起床之后 记得也要去排尿 同时呢 也要多喝点水 以离谱睡眠当中失去的水分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了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